一种没有发自内心的这些鼓掌 我们真的是可以来鼓掌 今天早上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 与大家在一起 我今天早上的讲道呢 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题目 但是我认为你们大道能够做得到的 那么我不能说呢 我承诺你们一定做得到 但是呢按照恩典我们可以做 那么这个题目呢叫做 与三一神的团契装备我们向苦难夸胜 这是我们的题目 我们我从不同的这个方法来切入 今天的讲道 我要先讲一下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呢是一位工程师 他是那个通用美国通用汽车的执行长 那么他会来这个设计一些复杂的机器 他在这个电脑上设计 然后让人们去把它造出来 是很多钱的这些机器 那这些机器呢 就是为车做一些化油器 所以呢 他就是有这样子的 这个这个头脑 他想要去了解说 在这个机械上 这个车是怎么样能够做成的 这个电是怎么样的 这个工作的等等 那么现在我要讲我自己了 那我发觉当我年纪越长的时候 我跟我父亲的想法是一样的 那么尤其 但是呢不是想车 我是讲的是这个恩典 那么我是很想说 我想要搞清楚的是 就是神的恩典是如何运作的 因为我发现 如果能够搞清楚的话 这个恩典是怎么样来运行的话 我应该是要爱 但是怎么去爱呢 我应该要来这个表达神的爱 但是要怎么做呢 在这个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这个过程 如果说我每天都去努力去做的话 我就能够开始结一个果子 那么是不是这样子可以做得到呢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经文 是在好像在高山顶上面的是这么崇高 好像我们没有办法达到 看起来是很高 很崇高的那些经文 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我们就就认为说 我们就没有办法到达那个高点 我们呢就在潜意识里面呢 就减低降低这个故事 因为呢我们也非常知道 我们的不足在 还有我们的破碎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在潜意识里面 就是去减弱了神对我们未来的一个应许 还有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呢就常常自己创造一个 我们能够相信的的那一个版本 那我发觉这个如果我们要 我不让我自己呢走路这个方向当中 我一定要让这个圣经来告诉我 神要把我带去的地方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相信 当我们来碰到这些这个基石 基石般的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我们不是说不相信 但是我们好像不能够相信 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最大的不信呢 是我们也不信这个这个事情呢 可以应用在别人的身上 那我们也看到别人说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个爱的这个合一 如果我们呢在这个苦难当中 还有彼此贡献当中 可以产生一个成熟的爱 我们是可以相信的 这个是我没有遇见过的那群人 他们可以做 他们是这个超级胜度可以做得到 但是呢我就不相信 说我跟我旁边坐的那人可以做得到 如果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诚实的话 我更不相信那个这个 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教会 或者自由派的这个民主党 他们能够相信的 所以我不相信他们能够做得到 所以对不同的人 或者是对于我的敌人来讲 我没有我就不认为 这个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所以呢我要让你跟我一样来想 我们一起来看 我非常非常爱 神他的计划 还有神他的目的 他委身于要一个目标 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他已经要立志 在我们里面的人心里面 对他领导的任何的控告 他要把它铲除 并且呢他也要来证明他自己的名 证明他一定能够做得到 那么在我们里面有些小小的控告 他会把这些来这个排除 这些是小小的 就是因为我们呢 看了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 让我们的不幸来歪曲了他 来扭曲了他 我们来改变这个 这个经文 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心中有一些很小的 这个在人心里面呢 是反对神他的领导的这些控告 我们呢就是想两个方法 第一我们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想说 他做不到 还有或者某一个程度来讲说 我能够做得更好 那神说这两点呢 我要把它铲除 那我们来看这个 约翰福音的13到17章 怎么样与三一神的这个团系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 以弗所书三章的16到19节 那么我还要再说一下 夸耀一下我自己 我要告诉你 我最喜欢我自己的地方是什么 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有目的的 我承诺你们 我最喜欢我自己的 我对这个属尼家庭的贡献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都是小小的贡献 可是我很喜欢 那么我的恩赐是什么呢 我的恩赐呢除了就是说 我喜欢搞清楚事情 还有呢一个恩赐呢 就是能够注意 B.迈克叫做这个有恩高的一个观察 我自己就称他为注意 能注意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很喜欢神在我生命里的恩典 来帮助我自己 但是没有他的帮助是我做不到的 那就是这一点 我注意到人们 我注意到人们 他的长处在哪里 我注意他们有趣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我很喜欢我这样一个特点 我认为呢 这个不是因为我的个性而独特的一个恩赐 而不是而是呢是一个神给的一个恩赐 对每一个在基督之体的信徒都有的这个恩赐 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成熟的爱的这个应许 还有这个神能够带领到我们这个合一的在合一的爱里面 怎么样成熟的这个目的呢 我们觉得说这个目标太远太远了 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啊就在眼前 所以包括我自己 我们认为说非常简单 在某一天我们就开始 在因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要求太多 所以我们就在其中迷失了 那么迷失在这个沮丧里面 在别人对我们的期待里面 还有一些地方呢是我们不足的 还有一些地方的是人家不足的 把这些东西都加起来的时候 就让我们变得非常沮丧 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后有很多人呢又阻挠我们不能够做 有的时候我们要做的这些事情呢 已经非常的复杂了 现在又变得又很困难 因为呢是人们 我周围破碎了人们的关系 所以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变得很困难 去注意这个在我们旁边做的人身上 神给他们的恩赐是什么 因为我们呢就是赶快要把事情做完 所以我们就没有注意别人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被拯救出来的话 就是要抓取这个注意 注意的这个恩赐 这个注意我们呢就能够产生 彼此对彼此的感谢和欣赏 而且呢对别人会有仁慈和怜悯 我必须要很强烈的说 耶稣他在世界上 在教会里在你身上所做的这个 奇迹呢就好像是 我称他为一个很荣耀的不可能 荣耀的不可能 但是是他要做出来的 这不是你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 所以我刚才我说可以夸耀自己 因为这不是从我自己来的 这个不是我们里面本来就有的 而是完全要依靠耶稣 耶稣要给我们他的这个承诺 应许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事情 要注意 要真正的看到彼此 并且呢 彼此产生感情 彼此尊荣 这是有一个阶段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以佛所书三章16到19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祷告 我们这个非常重要 要了解这样一个过程 叫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 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 所能测度的 并叫神一切 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这个就是 这个过程的 就结束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好像你的不相信 已经开始了 你要 这个 离开了神 离开了基督之后 神所充满的 就不能够充满我们 但是神 借着信 他的爱在我们的心中 就一切都能够做得到 什么都什么能够做得到呢 就是能够经验这个爱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保罗 这个谈到这个新约团契的宗旨和潜力 以及我们结合的这个目的 最他是讲的最多的那一位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选择 我们也不是一直都喜欢的 或者是感谢的 但是 要讲到说 我们去教会 我们去教会 我们就想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 是不是我们去教会 有比较不孤独 我们有更多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跟有人 人们有更多的互动 但是我们如果诚实的说 或者是我们承认的话 我们会对自己 我们自己想说 我也不晓得 我要不要跟这群人做朋友 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 我才不会选这群人呢 但是 而且呢 如果我们是 我们看到了那12个门徒 这个70名 120名和500名 我们就说 我才不会跟那些人做朋友呢 他们是非常讨厌的人 我们在自然当 自然的相处当中 是没有办法吸引彼此的 那我们通常都不会 这么样的诚实 来 因为我们的里面 有一个潜在很小的 那个不喜欢对方的 这个意思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你的 人们问你说 你去哪里教会 他说我去先锋教会 他说先锋教会是什么 他说在这个 堪萨斯的南部 就是跟这个 国际祷告店有关的 IHOP有关的 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不以为然 这个是我跟这个其他 这个堪萨斯的信徒 他在 他们在 我们在这个互动的时候 他们常常说 所以他们 他们真的来讲的就是说 哎呀 我知道你是谁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 我也知道的 我是明白的 我们呢 被结合在一起呢 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也不是只是 呃 我们呢 住在这个区域而已 那么 当你 当你 你的朋友 你 你 你交朋友 是因为这个环境 因为呢 你去同一个教会 或者是住在同一个区域 或者是你有 同样的关系 同样的家庭背景等等 这个是 你的环境造成的 但是你 这是你小时候 但是长大了以后 你就可以自己选择朋友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 完全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被结合在一起 是远大于这些的 不是 共同的兴趣 或者是 环境 也不是共同的喜好 我们被结合在一起 是因为有一位 内住的圣灵 他们 还有这个圣灵 所连接的这些事情 是远大于 我们想要 自己想要交什么朋友 我们已经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是被 限制在这个故事当中的 那个主认为 我们是适合 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是得救的 我们是重生的 我们有内心的捷迹 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 那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有一个新的使命 我们必须要持守和表达 基督的爱 成为与这个黑暗社会 一个鲜明对比的亮光 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正在过去 因为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呢 是慢慢的 败坏当中 因为这个人们的这个标准 这个建造这个世界的这个道德呢 是不能够维持的 这不是永恒的 他们所以他就渐渐的逝去了 所以这个社会的这个 一起先的这个构造呢 也慢慢的这个毁坏了 为什么人们会成为朋友 是什么样什么事情 让这些友情持久 这些事情呢 都慢慢的都毁坏了 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告诉我们说 这个爱心会冷淡 这个仇恨呢 还有背叛会增加 这个在这个社会上 文化上面 在都在 约翰告诉我们说 都在这个败坏当中 但是有一个事情 是持久的 这个这个持久的东西呢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建造的 并不是说我们比那些人更好 而是在我们的里面 有一个神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运作运行 那是因为神对我们的怜悯 因为也是因为恩典 所以这个 这个完整的基督徒 每日的一个生活 我不是说在过去的 几百年后几千年的 这个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完整 我们这个完整的生活 明天我们就要醒出 明天要醒来 就是要产生一个 在我们的家庭 还有在那些圣灵 所吸引给我们的人们当中的 产生这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不是要去交朋友 有时候人们到这个教会 说我们是来交朋友的 但是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不是有关于交朋友 而是要产生某些事情 要在按照恩典在我们里面 所产生的 经过我们也是按照的恩典 然后呢 这个满意到别人的身上 也是按照的恩典 那么现在所产生出来的 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不放弃 我们不懈怠的话 那么神的这个恩典呢 帮助我们说 绝对不能够放弃他人 当我们 我们拒绝放弃他人的话 就是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呢 支持的我们 联系的我们 当我们像这个按照信心 像这个恩典回应的话 就会渐渐的削弱我们的肉体 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做改变 我们每天每天一点点的顺服 一点点的对这个 这个登山保训的一个信实 这些小小的顺服 这些必要的顺服 我们按照这个神的灵跟信实的话 我们时常的这个悔改 我们向这个巴伏的这个方向去走 当我们在彼此领导服事 或者是祷告进食 或者互相对话的时候 我们的力量就会增加 我们对彼此就会产生怜悯 并且我们对彼此的这个想法 还有的话语呢都洁净 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就会增强并且也帮助其他 已经有了这个破碎关系的信徒呢 能够和好 我们能做的是小事 大事让耶稣来做 我们做这些小小的一些活动 保罗呢在以弗所书三章告诉我们说 这个教会要达到完圆满的 完美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只要我们每天一致的遵行 登山保训 这样顺服 以使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一下 这个神的爱 神在给我们能力去爱 那么这怎么做得出来呢 他说我给你能力来做 就是让你能够谦虚 我给你爱的能力 让你能够怜悯 我给你爱的能力 能够清新 我给你爱的能力 可以使人和睦 我给你爱的这个能力 能够去从事这些事情 能够转化你的心 变成那些巴伏的态度 并 他会帮助你 但是是做一些小的事情 也许都注意不到的事情 我 如果说你 如果说我会流血 我钉在十字架上 你就会 耶稣这样子做的 我们就能够注意到别人 我们就能够感谢别人 他 耶稣为罪死 所以我们能够饶恕别人 所以神 耶稣要我们 不要放弃 继续去做 就是做这些小小的一些行动 逐渐增加的行动 因为爱耶稣的关系 按照他的恩典 就逐渐的减弱 减弱减弱我们的肉体 那么这个美丽的地方在哪里呢 美丽的地方就是 这个圣灵 当我们 慢慢在减弱我们的肉体 我们不放弃 继续努力的时候 主啊 求你祝福我的敌人 我为他们祷告 那这个祝福刚刚呢 在那个把我车挤出去的那个人 祝福那个收钱的人 那个那么不尊重的那个人 祝福我的朋友 他常常迟到 祝福他 就是这些小小 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那个彼此容忍 彼此来祝福 这些小事情呢 就会就是减弱减弱我们的灵魂 减弱减弱我们的肉体 那么圣灵呢 就是让我们里面慢慢的一个转化 那个时候 神给我们一个恩典 一个叫做其他的人 所以当你在行出来登山宝训的时候 当基督按着信 住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 他是你的里面 心里面的一个引擎 带着你去行出来这些事情 你在 你在他的爱里面是有根有基的 他以他的渴望为你的渴望 做出这些事情 你把这些事情放在你生命中的 最重要的一点 时间 一段时间之后呢 圣灵就会吸引正确的人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不是说你是参加友情小组 你就找到正确的人 或者是 那个那些呢出现的人 或者是在这里参加一个祷告会 那里参加一个祷告会 在这里参加一个服饰 在那里一个服饰 不是这样子的 而 你去服饰别人 你要努力的去服饰别人 一段时间的服饰别人的时候 圣灵用你的服饰 来吸引某些人 进入你的友情当中 与你 做你的朋友 不是说你想要去交朋友 哪些朋友 或者是 也不是说你应该和谁 交朋友 不是 我只是说圣灵会帮助我们 这怎么 怎么 行出来的呢 你自己去决定 你不要说 被动的等说别人来喜欢我 也不要说 你就站在旁边 让别人来注意我 你也不要 等别人去 来发现到你 或者是等别人来 与你交朋友 这个不是 我在我里面有一个圣灵的火 在我里面燃烧头 这个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做的事情是爱和服饰 然后我看圣灵该怎么做 你让这个爱跟服饰呢 来这个转化你自己 不是说你要去改变别人 你去服饰别人 不是说让别人终于能够接受你了 因为你就这么样的忠实的服饰我 哇 你实在是太信实了 你真的是很棒 你会你就觉得说 你看我已经让他们来爱我了 这个不对的 这个意思呢 不是说 让别人终于不讨厌你了 这个意思是说 你已经在神里被接受了 你已经为耶稣所爱了 你已经由爱所转化 然后去爱 那么你现在来表达这个爱 用服饰的方式 那么你所服饰的人 在神会来拣选那些正确的人 与你连接 是不是有一个 神在你的 我们在生命当中 有一些这个化学反应的 这个组合 他知道要加一些什么元素 在这个里面 不是说我们的个性 是哪一个形态 或者是 这个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 什么的这样子的形态 你不要问人家说 你这是什么形态 然后说 哦那我没有办法 跟你这样的形态的人 这个 做朋友的 这个 我们去服饰 就是 我们要相信 我们去服饰 就会有成果 因为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所以 时间累积下来呢 正确的人就会与你连接 我说正确的人们是什么呢 正确的人们就是他终于 决定了 我要做 做一样的事情 不管这个David Sliker做什么呢 我也要像他一样 做登山保训 该做的事情 我要让神的爱在我的里面 也要发表出来 所以他们开始来做 神让他们做的事情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个是圣灵的奇妙 所以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你体验了神的爱 你这三 从这个三个方面体验到神的爱 能够真正的感动你 就是比如说他的怜悯 或者是他 神怎么样去尊荣 神怎么样去祝福 神如何的慷慨 那你就会注意到 神怎么样爱神 那么你就注意到别人了 你就从神爱的这个镜片呢 来看别人 你看某种电影的时候呢 你会常常哭 对不对 因为那种 那种这个注意呢 就是说 这个事情呢 影响到了你 感动了你 或唤醒了你的 那种的情况 所以现在呢 你建立一个新的这个友情 正在发展当中 结果他们也影响到 影响到这个 被耶稣 另外这个属性所影响到 爱的属性所影响到 这个是你不知道的 然后但是这群人 他们开始在讲 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你感动你的呢 会激动他们 他们被感动的 也会来激动你 然后呢 另外三项 另外两项 用从其他的人上面来 突然间 你这个团体呢 这个团体 你有二十项 有关于耶稣的事情 但是你自己呢 也只有两个三个 所以就是要那种 小小的牺牲 这个温柔 饶恕和顺服 主会使用这些 小小的这个行动 那帮我们推进入 这个完整的成熟 就会成为一种 这个指数性的一个增加 当我的两项 碰到了你的三项 还有那个人的三项 那个人的五项 突然间有二十项 这些是你原来都没有的 然后又继续不断的成长 有四十项 就继续继续继续的 我们因为我们的互动 因为我们的这个对话 当你在迷失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问题 还有你自己拥有了一些什么东西 你拥有的一些 举足无众的这些 异程啊 还有你的发牢骚和埋怨 因为发牢骚和埋怨呢 会改变这个对话 耶稣住在你的里面 这个是你的引擎 如果你对他产生回应的话 你会改变这个对话 而且这个转化会越来越快 所以神让我们结合在一起 我们知道认识 还有这个表示这个爱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彼此之间的 小小的持续的 这个不断的一些表达 这个是神如何将我们 往这个完美 带进去完美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们一定要咬的 我们一定要按照以弗所书 三章十九节里面所说的 要得到基督一切的这个丰盛 还有呢 就是耶稣在我们心中 要产生的一种 完美的合一的这个爱的这个印象 意象 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 所祷告的 他说天父 这个是我要的 我要看到 在人类合一的一个爱的一个完美 这个是耶稣所渴望的 这也是他所祷告的 我们就在他的祷告其中 但是我要怎么样达到那个标准呢 成为耶稣祷告的答案呢 就是按着信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 给我能力 给我这个渴望 也给我这个能力 来做一些很小的这些选择 来这个减弱我这个破碎的这个肉体和灵魂 然后慢慢的来转化我 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 他加了一个相信的元素 我相不相信基督对爱的印象是可能的吗 我相不相信耶稣的领导 还有圣灵的能力 你可能在你我他们的心中 能够产生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表达呢 你就随便找一个他们 就找一个你认为说 好像完全没有希望的那群人 你相信吗 主说他要来震惊每一个人 约翰福音十三到十七章 是一个我们转化的熔炉 他说这是我要做的 我住在你的心中 就是表示 按照我的血宝血和十字架 我知道你有一个又新又活的生活方式 一个生命 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 给你一个新的方法 能够走入我的里面 我是谁呢 就是那位三一神 这三一神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以我的宝血 将我的圣灵放在你的里面 并且将在这个同时呢 也把你放在我的中心 我现在不晓得你说的什么意思 你现在直接的被带入了 这个三一神神爱神的荣辱当中 你成为一个见证者 你可以体验 你是得到好处的那个人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尝到 这个父是怎么样爱子的 你可以看到 子是如何尊荣父 你可以看到圣灵 如何与耶稣这个相交 你看到了以后 你就能够踏入 并且能够来体验 这个 这个神爱神的一个 爱的一个喜乐当中 那你得到的这个爱呢 是与别人所表达的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去体验到 你可以去尝到 你还可以去明白 你知道你这个爱呢 是超过你的理解的 你可以进入这个迈克告诉我们说的 是三一真神的一个对话当中 你可以听到 父怎么样跟子的对话 子跟圣灵的对话 圣灵对父的对话 你可以听到 他们是怎么样来思想彼此的 你可以去经历到 你可以知道 你也可以明白 所以这个是我们内心转化的一个熔炉 当我们与这个 耶稣所应许我们这个爱来参与他的时候 参与这个给我有完整喜乐的这个爱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 在我们未来的最大的试炼和压力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没有办法能够形容的这个喜乐 这个喜乐是我们能够 能够去体验的 也是能够增长的 不论在这个生命里面的哪一个季节 这个在基督里面 是不可能只有基督的 不是只有你和神 父神说 你没有办法来碰触到 我为你所设计的完整喜悦 和体验到这个完整的喜悦 或者是你 或是我建造你的 我创造你的的目的 在创世纪三章的时候 神看了亚当的说 这个人独居不好 但是这就是我们要的 我们就说 主啊就是你跟我 就是你跟我 神说只有你跟我的话是做不到的 我要你来体验我 并且是经过别人来体验我 但是呢 问题就是你不要别人 你只要跟我在一起 但是我不会允许你这样做 我不会允许你呢 来放弃彼此 我要让你去努力去得到 来找 从别人的身上来找到 我从别人的身上来经验我 我要一个让你看到我的多面性 是从别人的身上看到我的多面性 那么这些呢 不是你认为有价值 但是呢 对整个基督制度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对爱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耶稣能够明白 这个圆满的这个喜乐 是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喜乐 他就要完整的这个彰显呢 是要在一个属灵家庭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其实在前面几节的经文 当人们讲到约翰福音十三章 十七章的时候 常常是跳跃过这个 跳跃十三章 然后马上到了十七章的 这个祷告里面 我又重新的爱上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那么让给你一个 这个概要 给你一个结论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就是耶稣 这个约翰呢 他所写下来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模范 这个就是这个爱 这个是神要带我们进去的这个爱 我们能够体验跟发表和享受的这个爱 这是要透过别人所来得来的 当我们在耶稣里面 在耶稣里面享受彼此 透过别人来感动我们 他说我要向你证明 这个不是在你里面得到的 我要在这个十字架 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 让你看到神的爱 耶稣知道说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要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 他说他爱他的 爱他的朋友 他爱他们 约翰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说 他会爱他们至死 约翰在这里所写的这个呢 是他在赞叹 他在赞叹 这个完美的爱的一个表达 耶稣已经要十字架了 他马上要经过这个非常痛苦的死 这个是他这个事工的 这个高潮的时候 他告诉他们他将来要到什么地方 就是在这个时刻呢 这个历史马上就要改变了 在这个高潮的时刻呢 这个是先知们所渴望见到的这个时刻 这个是爱的完全的表达的 这个时刻将会发生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约翰说就在马可罗 就在这里 就在他死之前 他的心是充满了 充满了渴望 要祝福他的朋友们 你想想看 在下一节 他要说 他说耶稣知道 这个魔鬼已经 这个进入了犹大之中身上了 有的人说 在这个结束之前 在你的生命结束之前 你这些 你有 你有你的亲密的朋友呢 在一起 这个吃饭 这是非常亲密的一个聚集 非常喜欢 然后呢 但是呢 魔鬼也会在其中 也坐在你的 跟你坐在一张饭桌上面 在你的一个亲密的朋友身上 这个魔鬼也与你一起晚餐 占据了你的这个朋友 你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占据你的朋友呢 因为你的朋友对你是有苦毒的 所以他的心呢 就向魔鬼打开了 那么魔鬼就进去了 你的朋友呢 将会背叛你 这是魔鬼所搅动的 之后呢 他还会讲斗别人呢 来背叛你 你的朋友呢 都会分散 非常的不好 如果 是你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呢 我赶快去 这个 把我的门呢 用油来膏磨 然后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这个魔鬼就会出现在 晚餐之中的时候 你会该怎么做呢 所以呢 这时候约翰就赞叹了 耶稣爱他们 在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 在他耶稣的朋友身上呢 会彰显这个恶魔 魔鬼的一个计划 将会导致一个非常邪恶的事情 发生在耶稣的身上 这个是耶稣所爱的人之一 你所爱的人之一呢 因为受到魔鬼的入侵呢 将会对你做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这个魔鬼的完全彰显的时候 约翰的重点是什么 耶稣的爱 还有耶稣的爱的品质 在这个时刻一点都不减少 他爱他们至死 他们 耶稣对他们的爱 一点也不减少 在这个时刻 他 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反应呢 是什么呢 是穿上了仆人的衣服 来洗 帮他的朋友洗脚 所有的人都洗了 每一个朋友都洗了 那爱他们 服侍他们 他们所有的人呢 都惊讶 他们没有预备说 耶稣会这样子做 所以你现在想象一下 你这样 你刚刚我跟你讲 你会在有一个 这个晚餐当中的 都是你一些亲密的朋友 还有这个 陈恩凡也会来到 你想说 哇 这是太棒了 我们都会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 他还会给你一个惊奇 他将会换一件衣服 换像这个仆人的衣服 来洗你的脚 这个是 告诉你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但是我要怎么 怎么做呢 我先全身都洗好 洗得很干净 很干净 然后这个 身上铺满了古龙水 香水 然后呢 把这个体相近了 就抹在我的脚上 你们都不会啦 只有我 我就怕 我会 让别人觉得发臭 那么 这个是耶稣 让他们惊讶的地方 他们不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的话 他们自己脚先洗 再让耶稣洗他们的脚 但是 在他们那时候的文化 他们根本就 不觉得说 他们的脚需要被洗吗 因为呢 这个脚上 满是灰尘 脚很脏 根本也没有什么 但是在这个现代的 美国人的这个文化当中 你的脚永远都是脏脏的 这是每一个妈妈的噩梦 但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不是觉得说 他们需要被洗脚 他们的脚是脏的 你可以想想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困难 他将会揭示 一个新的诫命 彼此相爱 我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靠我们里面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达到这么样高水准的这个爱 我们呢 是需要被预备好的 在那个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说 如果说告诉你说 那个时候你要换衣服 变成这个仆人 去洗脚的话 那我就可以预备好 然后在这个压力之下 我就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 主说 这个事情 你没有能力做得到 因为你的肮脏的地方 你根本就不晓得 你没有办法自己预备自己 对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你没有能力 你没有办法来接近自己 对未来 你没有办法来应付 我对你有设计好了一个未来 但是呢 就是你要相信我 我住在你的里面 给你爱 才做得到 时间过得太快 所以我们与耶稣同席 这个是启示录第三章 我们一定要热切地来悔改 我们要与耶稣同席 我们脚上的这个肮脏 是我们不知道的 就跟门徒一样 我们不晓得 我们的危险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 我们知道的话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知道 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 当耶稣给我们一个诫命的时候 我们会想说 我们会想说 耶稣是会来服侍我们的 他有一个诫命的时候 就说我们一定要做 我们一定要做得好 我们一定要做得对 我们一定不要失败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离开了耶稣 在我们里面 没有任何能力 让我们能够成功 我们必须要明白 这一段的含义 我们会做两件事情 我们在我不成熟的 这个骄傲当中 我们等耶稣来洗我们之前 我们先自己洗好 或者我们就进入到 一个非常无助 还有一个沮丧和失败当中 我反正做不到 所以就算了不做 但是耶稣洗我们的脚 我们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13章 耶稣说 现在我给你一个新的 这个诫命 我之前没有给你 这个新的诫命 这不是我以前所说过的 我要给你一个全新的诫命 是我从来没有对人类所说的 没有对亚伯拉罕 摩西大卫 我都没有对他们这样子说 那么你现在最大的一个产业 就是我现在告诉你 现在就是这个时刻 我要告诉你 我给你一个新的诫命 这些门徒都说 哇 我真是不相信你要说什么 耶稣却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什么 我刚刚洗了你的脚 现在我给你一个命令 要彼此相爱 这个我从来没有跟别的人说过 我还刚才在等着说 你要给我一个什么西奈山的 一个神的名字 是启示录是出埃及记的神迹 启示是什么 你再说一次 你们要彼此相爱 为什么我现在要告诉你呢 为什么我现在在历史上这个阶段告诉你 我现在告诉你是因为我即将要上十字架 要给你上了十字架 你才有这个能力 才能够做到 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命令是我以前没有告诉别人的 因为从现在开始 我给你的每一个诫命 是这个有待有应许的诫命 我现在告诉你的事情 是你现在可以做了 我们以前不行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 我们当耶稣跟十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在十字架之前 这是在圣灵内住之前 他这些是 这十二个门徒其实是还没有得救的 如果按照这个福音派的这个说法 现在这个耶稣将要上了十字架 他将要流宝血 他将被复活 他将会释放这个内住的圣灵在人的里面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能够做得到 是以前不能够做得到的 现在给你一个诫命 这是一个应许 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要这样说 约翰福音十三章 我要洗你的脚 十七章我要为你祷告 十三到十七章之间 在这中间的时候 我要给你一个应许 我要给你圣灵的能力 耶稣他是非常认真的 他要将我们的 将我们的不幸所挪去 那么我们不幸简单 我们不幸小的事情 但是简单和小的这个事情 只要耶稣按着信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的心里是圣灵了 然后我有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 并且耶稣为我们的祷告 耶稣为我们的洗脚 耶稣给我们能力 现在我们今天就有那个能力来做 我们能够今天按照这个能力 我可不可以来限制我自己的话语 可不可以来祝福我的敌人 今天我用这个力量 来说别人的好话 而不是发牢骚 或者是那些 对那些伤害我的人的抱怨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能力 来做的小事情 在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祷告 如果我们有耶稣的祷告 我们有圣灵的能力 我们有耶稣为我们洗脚 我们在这些事情 我们能够做不做到 我们能够做到 我们的肉体能够减少的 能够的 做得到的 如果我们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不彼此放弃的话 我们能够用爱 能够带我们到 一个我们能够 想象不到的地方 我们可不可以到呢 绝对可以的 爱的这个诫命 在约翰福音第13章所说的 这是一个新的爱 是一种新的一种的爱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品质的爱 现在呢 人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呢 可以享受它 可以在里面成长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 这个是可以分次给你的 你是可以做出来的 因为你的里面已经被转化了 这个是以前是不可能的 现在可能了 耶稣他深深的尾声 要将这个计划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出来 那我们看到了这 耶稣他这一个完整的 一个宏大的一个计划 我们今天就可以重新的 按照神他的恩典和爱呢 做出这些小的活动出来 我们今天就能够尾声 相信我们可以到达这个目的 我说主啊 相信我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不幸 帮助我们的小心 我们现在请站起来 祝你洗我们 你为我们祷告 你给我们的能力 你的祷告永远都会实现 当主讲到我的时候 还有我所有的不足 让我见不到你的足够 当你讲到我的时候 主 你永远为我所祷告的 都能够得到回应 都能够得到答案 主你为我祷告 你为我们祷告 你为你的肢体祷告 你为他们来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结果子 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一起往前行 一起来爱你 我在第一场聚会的时候说了 他说我非常的感谢 我的朋友们 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 斯图尔特 你也许想要跟他交朋友 你也许不想跟他做朋友 但是我想到说 有斯图尔特这位朋友呢 我非常感激的 就是他是有意识的 或者是无意识的 将我们的友情的标准 是设立在登山宝训 如果说我违反的话 他就把我指出来 我非常喜欢他这样做 如果我走上歧途了 或者是走歪了 他马上就告诉我 他不迟疑的 就抓住我 与我对话 这个是你最好的一个朋友 你要找到一个像这样子的朋友 他们是非常信实的朋友 他是对你非常的信实 是根据有一个水准 而且他呢 不会屈服 所以才会形成一个最好的友谊 你不要等别人成为这样一个火热信实的朋友 你自己成为这样一个朋友 然后你看什么时候会发生 什么事情会发生 在我们的不耐烦当中 我们不喜欢等待那么久 我们要马上就要 我们现在就不要觉得孤独 而不是要等候那个完美的这些喜乐 还有这个完整的一个满足 但是缓慢的 耶稣的爱 是缓慢的 是因为我们不信 所以让我们觉得不耐烦 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回报是什么 我们不相信这个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不信 这是一个不信 引导我们去抱怨 这个不信 来产生这个牢骚 因为我们不相信 所以主 饶恕我们 饶恕我们所有人 饶恕我们那些 我们看不见的 不信的那个地方 我们以为呢 我们这样抱怨呢 是有道理的 我们这样发牢骚 是有道理的 我们觉得说 我们的这个沮丧 也是有原因的 但是这是我们的不耐烦 这是我们的不相信 我们宁愿 我们这些 好 这个无足轻重的这些 我们的计划 我们相信 我们自己知道要去怎么做 但是我们其实 要相信 你给我们的计划 你的领导 求你再给我们一个爱的准神 给我们一个转化的一个熔炉 你 神怎么样爱神 你也为我们祷告 我们要彼此相爱 就像你爱神一样 所以今天早上 如果你为了身体得医治 或者是 我 我其实是不信的 神 我要神来帮助我 出去这个不相信 你来到前面 我为你祷告 我们要重新 来向主看齐 我们要 缓慢的 但是稳定的 让这个圣灵 靠着神的这个恩典 在我们的里面 结果子 可以来到前面 我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的中文翻译 就到此结束 神祝福每一位 神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eel us, Lord. Feel our friendships, our families. It's more than I can handle, my Lord, hang in there. Help us, Lord. Every day is a battle, but I'm trying hard to keep this beautiful example. It's a beautiful exam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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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 beautiful example You are to me, Jesus It's more than I can handle, my Lord, hang in there pleading Every day is a battle But I'm trying hard to keep this beautiful example Oh, oh I'm trying hard to keep this beautiful self-destri